不排队的餐厅未必难吃 但是排着队的餐厅一定很好吃 排队的餐厅天天有 在八月到底有哪些呢 你知道在八月份的陶醉上海中 都有哪些美食 引得大家都如此执着的 一定要为之排队呢 今天为各位送上的 就是八月份排队最长的餐厅 导致早黑 宝宁三网 各位好 我是陈兰 最近我们的编导 在看一下以前逃队上海的节目 发现了一个现象 总有那么一些店 它永远在排队 以前有一个美食大人跟我说过 不排队的餐厅未必难吃 但是排着队的餐厅一定很好吃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 陶醉上海会在每一个月的月底 为各位盘点一下 这个月陶醉上海当中 排队排的最长的餐厅 今天为各位送上的 就是八月份排队最长的餐厅 一起去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些店 永远让人家排队排的腿酸呢 能够吸引那么多时刻 远道而来的 就是今天榜单的第十名秋霞阁 看着店家忙着不停的样子 你就知道这里人气有多旺 看来大家评价都蛮高 不过看看这富有弹性的面皮 和充满汁水的馅料 想必你不给好评也不行咯 另外这里的月饼也是很受欢迎的 听这里的老实客们说 这家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 爱吃他们家包子的人是越来越多 所以这队伍现在也是越排越长 八月排队餐厅第十名秋霞阁 平均排队时间十分钟 平均排队人数十到十五人 你好 我想请你尝一口这个年糕 好不好 那你觉得这个年糕跟其他比的话 口感怎么样呢 比较软 很糯 然后感觉有点辣 很地上的韩国车 第九名 掌上韩品 刚刚在路人口中 直说好吃 然后口味很正宗的年糕 那这是我手上的这一碗 辣年糕了 这边的人真的很多 这家掌上韩品 是吴江路上新开不久的一家 韩国料理小店 他们家正宗的韩国辣年糕 可是这里的人气美食 不知道掳获了多少食客的胃 从墙上到处贴满的留言条 就知道 想要吃 排队肯定是少不了的 为什么这个辣年糕这么好吃呢 我现在就要去问问老板 走 老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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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板是韩国人 孙哈娜 掌上韩品老板 08年在上海开了第一家店 为什么你们家的辣年糕那么好吃啊 加药的话 基本上三个星期 大概四个星期 现做鱼后用 反过中中的年糕呢 里面是一定要鱼饼 鱼饼饼 哦 这个年糕里面加了鱼饼啊 在软糯的年糕里加入鱼饼 再拌上辣酱 熬出红彤彤的颜色 看着看着是不是已经在咽口水了呢 想必你肯定也不会介意排队了吧 八月排队餐厅第九名 掌上韩品 平均排队时间十五分钟 平均排队人数十到十五人 第八名百家千位 哎呀 赛爷 你刚刚扩骨就已经干死你了 那今天这个鱼鱼鸡 我到底还吃得到 看过馅料美食那一集的朋友 肯定都知道 这家店的招牌菜 百家鱼鱼鸡 可是每桌必点的 而且每天不知道有多少顾客 都慕名而来 就是想尝尝这鸡 到底有多好吃 所以排队的人自然就不会少 而馨姨同学 好像运气就差了点 百家鱼鱼鸡很有名的 就点这道菜 这道菜现在已经卖完了 卖完了 不过在他的软磨硬泡下 店家还是答应为他再做一份 不过必须得等上五十分钟 这里经常会有菜没有的 像这种虾啊 还有这个鸡 都有的时候会没有的呀 我是在他们的推荐下 说这个鸡很好吃 我才过来的 这个鸡蛮好的 价钱也可以吧 不得肚对吧 八 我是八 这个鸡烧的还是很入味的 随后比较透 肉质也比较好 随后呢 整个烧出来的感觉也不是很油腻 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蛮好吃的 来到厨房我们看到厨师也就是在这鸡上撒上点盐 再倒入一包料酒 然后盖好锅盖放在炉子上小火炖制即可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这好吃的鸡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这个鸡是从我们环山运过来的本土的土鸡 而且这个从环山拖运过来有一段的时间 包括环山的分量也不是很多 然后我们在操作这一块也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段 就是鸡的保存时间也只有三个小时 嗯 好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 乔治清皇的鸡肉和诱人的鸡汤 看来新衣等上五十分钟也是很值得的呀 我的这个白家如鸡终于是上桌了 哎 不过说实话 我发现这个鸡好像跟我平时吃的不太一样 平时我们喝的这个鸡汤 它的汤的颜色通常是很透彻的 但是这道鸡它的汤色呢 相对比较的浓郁 哎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刚才店家跟我讲啊 因为在做这道菜的时候没有放过一滴水 全部是用黄酒再加上鸡的本身的味道一起来调鲜 那么它的鸡肉的味道究竟怎么样的 不说别的 告诉你限量绝对是有道理的 8月排队餐厅第8名百家千位 平均排队时间20分钟 平均排队人数10到15人 看到了没有 真的是真心的佩服这些 非常有坚韧不拔意志和执着之心的时刻 无论划风下来 不管路途有多遥远 只要店开着 他们就一定会去排队 看一下我们榜单当中排名第7位的排队餐厅 是在无江路美食那一集当中的 顾顾路小丸子 说到这一家店呢 我相信很多去过世博会的朋友 一定记忆忧心 在世博会上那个龙场的队伍 所以说那他们的索性就把门店开到了上海 就位于无江路上面 你知道这家店的小丸子的 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丸子 但是里面却有一大块的章鱼力 味道是非常的Q 所以排队有它的道理 继续往后看 榜单当中第6名的排队餐厅是 我们十大熟食店当中的红瑞心 这家店的熟食销售是相当的火爆 即便是夏天 但是依然却不能阻挡那些排队的人潮 继续往后看 到底还有哪一些店依然排着长长的队伍呢 第五名 唐韵秦峰 你闻到了吗 你好像闻不到啊 我跟你讲我闻到了 一股酸酸的味道 你好小姐啊 我闻到这个有一股酸酸的味道啊 这个是什么 是饺子吗 是饺子 饺子 也没看你占醋啊什么的对吧 这个怎么会有酸味呢 这个汤是不安的 叫那个酸汤回饺 年日的天气 很多人都会觉得没有胃口 而来上这么一碗开胃的酸汤水饺 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 所以这等位的时间肯定短不了 而这水饺最大的特色就在这酸汤之中 那这汤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呢 这个啊 对对对对 哦 真的啊 它就是这个啊 对 哇哦 这个是高汤 是我们用那个牛骨 还有那个老母鸡 还有鸡酱之类的 然后掉了四五个小时之后 做出来的高汤 里边那个酸的那个味 是我们那个臭 是用那个自己熬制出来的 然后它里边放了十几种大料熬制出来的 比如那个外边卖的那个臭 就是那个酸味是你们的特别熬制的 对对对 里边还加了十几种香料 嗯 懂了 我一定要尝一尝 嗯 这汤太有料了 里面有香菜还有芝麻还有酒黄 想不鲜都难 嗯 这酸味 我觉得这酸味它是醋的味道没错 可是好像少了一点点醋的那个色的味道 所以说它肯定是加了什么鸵料 把那个色味给避掉了 嗯 再看一下这个饺子吧 嗯 嗯 这个皮儿滑得太入嘴了 这个肉我再尝尝啊 嗯 牛肉久黄 绝对没有错 而且这个肉质绝对的鲜嫩啊 看起来是有点 嫩粉红色的 所以这个肉肯定是非常的新鲜 吃起来呢 非常的鲜香 再配上这个有点酸味的汤 真的是绝了 酸汤饺 咱 八月排队餐厅第五名 唐韵秦峰 平均排队时间二十分钟 平均排队人数十五到二十人 到今天呢 要带大家去找中山公园附近最具人气的面馆 上海人都喜欢吃面 没错吧 哎 那是什么 我没有看错吧 你看 刚才 刚才我叫了一声 把人家吓上去了 刚才他们居然站在这个 白马线上面排队 这家面馆的人气真的是吓到我 虽然之前自己有来踩过点 但没想到这个一道饭碾 居然是这个景象 赶快跟我进去看看 第四名 祥和面馆 看到没有 什么叫做人气呀 哎呦 这里吃的种类也很多 哇 怎么样 我找的人气面馆 果然人气十足吧 问问排队的人 位于中山公园附近的这家面馆 一到饭店就一定是挤满了食客 就像这阵势 似乎店里已经快要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可排队人数还是越来越多 那么他们家的面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呢 看起来 那四人都如是 真可惜 这个都要在家 我在这里吃了很多年了 大概 0 2 年了现在 蛮好的 量也蛮多的 嗯 而且味道也是很好的 大一味大多士 南京的的确好 就会一千万多 一盆面大概8块钱左右 这个味道我看有点与中不同 因为这个腊肉面应该也算是上海比较传统的一种面了 但是这个和别家的腊肉面比起来它没有那么的辣 反而呢我觉得它的酱汁里面是多了一点点的甜味 然后它这个面条本身呢要跟筋道一点 应该是非常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它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忘了告诉大家了 那么大一碗店 那么多的肉 它只要8块钱 8月排队餐厅第四名祥和面馆 平均排队时间25分钟 平均排队人数15到20人 榜单回顾第十名秋霞阁 第九名掌上寒品 第八名百家千味 第七名酷酷鹿章鱼小丸子 第六名红瑞鑫 第五名唐韵秦峰 第四名祥和面馆 第三名是在揭晓前三名之前 先让我们看一段陶醉新资讯 去过通北路的朋友肯定都知道 这里的夜排档是相当的热闹 而其中就有一家店的人气是最旺的 不同的人喜欢吃夜排档的种类也不同 有的人呢呼吸吃海鲜 有的人呢喜欢吃烧烤 有的人呢喜欢吃家常菜 还有的人喜欢吃龙虾 那你要问啦 有没有一家店可以囊括这些所有的种类呢 来人告诉你 有 而且就是我身后的这家店了 第三名老四海鲜 老四海鲜啊 老四烧烤嘛 先烧烤出名的 然后可以做海鲜的呀 十多年了 通北路十多年了 以前都是在马路滩街边滩 现在一点点一点点壮大了 通北路由这一天 有夜市 我们就在 这里面好吃 然后我们经常到那边吃饭 我们这家店呢 在通北路 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 一开始呢 通北路是没有海鲜的 我们这家店呢 是做烧烤和龙虾的 所以后来人气越来越旺 这条街大家都一起做着海鲜 我们目前为止呢 就是说 虽然海鲜做着很火爆 但是龙虾和烧烤啊 烤鱼啊 都没有停掉 所以说还保留到现在 而且做的生意还 非常人气非常旺 在整条通北路 应该说我们家的 吃东西是最齐全的 特别是烧烤 唯一的一家的通北路 在这样的天气 约上三五好友来到这里 边吃边聊 真的是相当的惬意 所以如果不想错过 这样的美好时光 那就趁早来 不然可就要排队咯 在这家店吃东西 你根本不需要东跑西跑 也不需要纠结你到底要吃什么 因为这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看好了 烧烤 海鲜 加肠菜 这些看起来都非常的诱人呢 而且如此多的选择 想必一定有你喜欢的 电视机前的你 是不是已经开始在琢磨着 什么时候来吃上一顿了呢 8月排队餐厅第三名 老四海鲜 平均排队时间30分钟 平均排队人数15到20人 看来夜排到永远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也许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特别容易让人放松的缘故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榜单 看到第二名 就是在中山公园美食这一集当中的 新龙系烧腊茶餐厅 这家店是位于龙之梦当中 你知道中山公园边上的龙之梦 一到饭点不排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但是一些更牛的餐厅 它就算不是饭点 照样排着长长的队伍 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名 第一名光明村大酒店 只有我前面的队伍还很长 弄个九哥把这三万钱 走了走了 这个水冷啊 上去第一个人玩 你把酒要把一个种了 一个种的一个不种的热味 第一个是舍不得人 体体这个来 我玩要把一个种种 两个种的 那个家长的地方 弄个味道没好味 可以比较好 米道比较沙拉扎 都是萝卜吃 有沙米 比较沙 有青沙 我是从车切到一个 女女吧 你看 因为切回来 看过十大叔叔店那集的朋友 肯定对这家店印象深刻 用人山人海来形容 真的也不为过啊 这么热的天 这么长的队伍 还要排这么久的时间 不用说 这里的味道肯定不错 这都已经不错了 不错了 这都好吃 嗯嗯嗯 是 每天天天排的 嗯嗯嗯 三百六次天天天排 哎呦 可惜的我都刚才在排啊 快来给他卖这么好吃 刚才有人已经刚睡了 对吧 听到没有 好吃的都数不过来了 我告诉我 刚才已经走进他走了 我全不小心了 他们大概排了说 四个粽子都在了 五个粽子已经过来了 再来 这个叫这个排法 也真是不知道怎么排啊 这个这样子 我们 就是松了 就是松了 噓 我刚不来听 我以为叫有人闻 阿拉松里香进去 咱姐进去 我刚不来听 外面那么多人等着 厨房里肯定是热火朝天 这不厨师就忙着做酱鸭呢 这一锅是什么 这个是料 这个就是料 这个就是料 这个鸭子烧出来的料 调完就是这个 倒了就拿出来 哦 不能倒太多了 那么这个料最后 要不要倒到这里面去啊 不要倒的 这里面已经倒好了是吧 这个另外再加料了 另外再加料 这个拿鸭 到外面去卖这个 这个卤鸭送给人家人 哦 要蘸料的 那么大概这个鸭子 白鸭子到什么程度 就在多少时间 可以煮成这个鸭子啊 可以煮成这个鸭子 可以煮成一个小时左右 要煮这么长时间 这酱鸭肯定也是相当的入味 难怪外面的食客们排再长的队也愿意 看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已经开始打算加入到他们的排队大军中去了呢 8月排队餐厅第一名光明村大酒店 平均排队时间一个小时以上 平均排队人数30人以上 怎么样 是不是真的被这个簇拥的人群所吓到了呢 我相信只要你吃过他们家的东西之后 你就会去理解 为什么有人愿意等上几十分钟 甚至排上几个小时 因为这一切 当你吃到美味的食物的时候 都会变得值得 好了 8月份的十大排队餐厅 就为您盘点到这里 如果说您身边有同样的排队餐厅的话 记得告诉我们 登陆到我们的酷嘎嘎网站和新浪微博 来和我们一起嘎嘎CM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